裴根在铁板上滋滋作响 表面煎得焦黄 热狗裴根鸡蛋再搭配番茄蔬菜 澎湃的组合在早餐店很常见 但据传这样搭配这吃会伤神 加工食品像是裴根跟热狗等 为了延长保存期限 通常会添加亚硝酸盐防腐 一是建议不要跟番茄或是鲍鱼罐头等一起吃 因为番茄或鲍鱼是含氨类食材 跟培根等加工食品一起吃 会在体内代谢成亚硝酸 跟番茄吃会不好 这是第一次听说 那如果说以后有这个疑虑的话 尽量帮它换成其他东西下去做搭配 其实我们平常在早餐店吃的量其实蛮少的 它产生的亚硝酸的量也是蛮微量的 所以这一点您就不用担心 医师强调吃早餐量不大 不用过度紧张 通常吃烤肉会大量吃到加工食品时 才要注意 建议可以隔半小时才吃这两类食品 或是多吃含维他命C或E的蔬果 可以抑制亚硝酸组成 避免吃下肚的东西伤害身体 下令新闻林亭一正名堂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